上岛并不容易 这是我对披山岛的第一印象 按惯例 每周都会有一次上岛补给 可一到冬季 每天七级上的大风 却常常打破惯例 又是补给日 天宫还算作美 我终于可以跟随补给船上岛 最长一次 将近二十天没有横板 土豆 面条 基本都吃得差不多 所以当时更好 我们种的菜有空心菜 所以当时吃了空心菜包子 空心菜饺子 然后空心菜面团 就是但凡是你能想到的 空心菜的吃法 我们都吃遍了 岛上的风四季不断 可更困扰官兵的是水的问题 这水库的水就是下雨的时候 下雨的水 它从这个岩峰 然后沿透 滴到这个水库 就把它涉及到这里 因为近期都没有怎么下雨 然后所以说 全渗的水就不多了 吹着凛冽的风 喝着苦涩的水 在艰苦的条件下 官兵们日夜坚守 它是我们东海最前哨 不论我们这个平山岛之外 再往外走 再往东走 没有任何一个友人岛屿了 第二个就是考虑到我们一个地理环境 它还有山 就是适合雷达去驾 驾得越高 看得越远 站长易建明已经上岛四年 在他看来 首岛生活最苦的 不是风也不是水 而是思念 有一次家属包船过来 就已经过了小屁山了 马上都已经开在码头了 风浪太大了 又掉头回去了 两人就在码头上 这么一点的咫尺天涯 就差一公里不到的距离 就生不了岸 易建明的孩子两岁了 可至今一家人 还没有照过一张全家福 有了小孩之后 好多都是视频里面 就是手机里的爸爸 我小孩现在一岁到两岁多 一视频看见是我 啪就挂来了 不要爸爸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 有的时候晚上 醒醒了 真的是眼泪都流出来了 家在对岸 也在岛上 一代代官兵把战友当亲人 把孤岛守成了家 每天24小时 官兵们都会盯着 方寸屏幕捕捉信息 现在是夜里的 11点58分左右 我现在正站在 山顶的雷达阵地上 可能这会儿很多人 都已经进入到梦乡中 但是我身后的雷达 是24小时不停歇的 这也意味着 左后方的雷达方舱 将整夜灯火通明 一直就是好几个小时 要一直跟着这个扫描线 一直跟着这个情况 一直看 一点神都不能分 作为雷达兵的基础课目 测爆是他们的必备技能 要练就过硬的本领 入伍16年的老班长 李富山有着自己的诀窍 那就是在测爆本上 撒大米进行训练 这两天 又有一批老兵 服役期满即将离岛 这里的一切 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 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最想念还是几部雷达 一直无论从我的一点点成绩 还是其他的 都是从他们身上获得的 这些好在部队的每一天时间 我也是过来的 我觉得决人 这条道路改变了我的人生 收获很多 这里可以说 是我们真正的第二个故乡 当兵是一件挺荒动的事 应该说这么年华 学会了一个服从 然后一个奉献精神 还有一个就是吃苦 还有一个就是坚守 坚持坚守 九级大风中 街老兵的船缓缓驶向码头 我突然希望它再慢一点 因为它的到来 就意味着离别的时刻 真的到了 是 人生的路再摇响 不求求